谢霆锋发文趁抢面张博之,大儿子回应四个字,让他无地自容。 首先谢谢你尝得那么美还来看小编的文章,小编成荒成空,要是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小编哦, 无论好话小编都会认真看小编会根据你的意见不断改进,哦,希望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有意思有趣的文字,希望你能多多。 支持院里天天好心情,在娱乐圈中在一些大牌明星与大牌明星之间,总是存在着一些情感纠葛。 有些人恩恩爱爱的过了一辈子,突然向大众宣布离婚有些人本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交集, 那在前不久谢霆锋在某个社交软件上发文表示想,加了一次思念张博之,原来是具知情者爆料, 王妃李亚鹏又世纪同框了,大家都知道李亚鹏号称,中国好前任,两人离婚这么久, 可是在一起,却仿佛给人没有离婚的感觉。 李亚鹏还当中夸王妃漂亮呢,不过这可让谢霆锋打翻了醋坦字, 难怪谢霆锋在某社交网站发表想加想张博之的心情了, 而谢霆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正, 一番感慨却让网友们怒了, 王妃不理你,你就想起张博之了,你当张博之是什么人呢? 话虽然听着不好听,但是谢霆锋这话说的确实有点朝三暮四的感觉。 标签,谢霆锋,张博之,大儿子,小编,义介。 不过当谢霆锋发文表示,想加后他的大儿子却只回应了四个字, 不欢迎你,无疑这四个字回复得让紧, 霆锋无地自容确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欢迎自己, 那看来谢霆锋这个爸爸当得很失败了, 在和王妃在一起之后, 谢霆锋完全不过问自己两个儿子的事情了。 当那两个儿子过生日的时候, 谢霆锋都没有送上自己的祝福如今他的大儿子这样回应, 不少网友都表示, 话虽然扎心了但觉得大儿子说的话没有错啊, 欢迎朋友们来吐槽小编, 真是不胜荣幸, 动动手指给点意见, 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留言好的话的小编都会虚心接受, 小编会努力改进, 希望给你带来很多的欢乐。